- 讓我介紹一下今天的比賽 今天的比賽的編題是 港府不應增加注資香港迪士尼樂園 正方的是佛稅女書院 反方的是匯知中學 比賽正式開始 先請正方主辯 我是否要點頭示意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 大家好 1999年本港政策益於經濟低迷 於是港府希望在香港興建迪士尼樂園 以助改善當時的經濟困境 而同時 華特迪士尼公司本身也有意於香港發展 雙方就把握了這次契機 在香港興建了迪士尼樂園 而本港一直發展迪士尼樂園都本著三大原則 包括增加就業機會 帶動香港經濟 和吸引更多的旅客來港 港府前頭動用了224.5億元去興建這個樂園 並佔有57個巴仙的股權 而根據港府所公布的資料顯示 樂園當初預計的每年入場人次為550萬 可惜首個營運年度只有大約520萬人次到訪 而到了第二年 更加跌至不多於400萬人次 有見及此 樂園有意展開擴建工程 而政府也正討論 是不是應該要增加注資而作擴建的用途 但港府早已明言 如果決定注資這個擴建工程 大前提會是華特迪士尼公司必須要 一、改善營運的效率 二、要交代內地的發展策略 然而樂園的業績在增加注資之後 會否由急劇下降變成穩步上揚呢? 如果仔細地分析 就會發覺其實港府注資香港迪士尼樂園 會造成一個雙書的局面 先談港府 如果注資之後 樂園仍未能夠達到興建的目標 注資就會變相等同於未能將納稅人的財產用得其所 無線用這筆可以投放在其他更加急切 或者回報率更加高的項目上面 到底為何再注資 都預計不會更加滿足到興建樂園的大目標呢? 首先 針對興建樂園的第一個目標 增加就業率 樂園再擴建 所帶來的職業 其實所帶來的職位空缺其實並不多 此外 在樂園開幕至今的兩年多之間 裏有紫棋剝削 員工利益的報道 其實擺在眼前 增加主資以提高就業率 其實是一個不明智的舉動 至於第二個目標 就是改善香港經濟 近年香港經濟已經逐漸復甦 但與此同時 香港迪士尼樂園的業績就持續下滑 自問一句 香港迪士尼樂園在香港經濟復甦 這個情況之中又扮演著什麼的角色呢? 第三個目標是吸引更加多的遊客 可惜樂園在這方面對香港貢獻實在不大樂觀 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市場學系 在2007年10月所作的一份調查顯示 針對過去一年曾經到訪香港迪士尼樂園的遊客 又約六成表示不願意再次到訪香港迪士尼樂園 數據清晰地可見 眾多遊客已經對香港迪士尼樂園失去了信心 又有分同學又憑什麼這麼肯定 港府在注資擴建迪士尼 就可以扭轉到這個什麼局勢呢? 就連華達迪士尼公司都曾經表示 對香港迪士尼樂園的業績感到不滿意 更加認為香港發展迪士尼 比與期之中更加不理想 請問為什麼港府仍然要注資這個 回報率不高的項目呢? 至於香港迪士尼樂園入書在哪裡呢? 剛才曾經提及 如果港府決定注資 必定會要求華達迪士尼公司 增加它的透明度和公開在內地的發展策略 然而這些策略一旦公開 就會大大地損害華達迪士尼公司 在內地和外地發展的倚家能力 絕非上場之策 有份同學要反對今天的變體 必須至少證明到港府再注資華達迪士尼 再注資迪士尼 它付出的能夠與收穫的成本證比 否則面對這個雙書的局面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香港政府 不應該再注資香港的社樂園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请反方的主辩同学 主席 评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多谢有方同学 我们提出香港迪士尼的背景 以及现在的情况 然而有方同学 由一开始讨论辩题的时候 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就是错误的判断辩题成立的标准 有方同学一直认为 辩题不应该成立 是因为迪士尼的场内收益不够多 管理有问题等等 但是今天讨论的是 政府应否注资迪士尼 因此 由一开始 我们就不应该 只是看迪士尼的场内收益 正如签署发展协议的时候 仍然是财政司司长的真任权就说过 迪士尼计划要看的回报 不是单纯 场内及迪士尼乐园分红方面得出的得益 而是对整个香港的回报 所以 我们要讨论 政府应否再注资 辩题成立与否的关键 应该看是过去迪士尼对香港 带来多少利益 我们要不要保持这些利益 以及继续发展下去 有些基本的背景 是大家一定要介意理解的 香港迪士尼现在 只是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发展计划 而第二阶段的发展 仍未正式开始 就要说在2005年开幕 因此 它是全世界最小的迪士尼 无论面积和景点数量 都不及其他迪士尼的一半 然而 这个全球最小的迪士尼 仍然为香港带来大量的游客 2005年及2006年 迪士尼吸引了1000万名游客 而且 九成的游客表示会再次来到香港 近年 香港由于邻近地方的挑战 以及空气质素恶劣等等的因素 已经很难再吸引游客再次来到香港 因此 数以百万计的游客愿意再次来港 就已经是对旅游业的一大好处 在有方同学 不断数书迪士尼怎样不行的时候 又有没有对这个作出的考虑呢 香港迪士尼的另一个特色 是最吸引的是场内 是内地及外国的游客 世界其他地方的迪士尼 非常依靠本地人的光顾 以提高入场人数 例如东京迪士尼 百分之九十五的顾客都是本地人 然而 根据香港迪士尼的统计 顾客里面 本地人只是占三成 而外地游客 很多都是家庭旅客 都会一家大小来到香港 从以上的资料可以看到 迪士尼为香港的旅游业 带来不少的利益 而旅客来到香港 亦都会对饮食 运输 服务 零售 酒店等等的行业有所帮助 这些贡献 都是有方同学在主便的时候 刻意回避的 除了在旅游业 迪士尼会在香港带来贡献之外 香港迪士尼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对于在舒缓香港的就业问题 都有所贡献 除此之外 在社会服务方面 香港迪士尼都提供了大量的服务 这些都会由交由我方的负贬 继续为大家诚述 正如我方所说的 香港的迪士尼 其实只是发展了第一期 因此 规模上被其他迪士尼小 但它仍然为香港带来庞大的利益 没错 我们都知道迪士尼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但是 有不足的地方 不代表我们要放弃迪士尼 以及它所带来的利益 反而更加应该透过注资 一方面扩建第二期增加吸引力 另一方面 借注资争取改善协议条款 提高监察和透明度 这个才是积极的解决问题方法 放弃注资 杀手不理 只是一个消极的做法 因此 我方认为今天的辩题 理应被推翻 多谢 反方煮面所用的时间是3分19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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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